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7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望美读报 我是Cherry 为了张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中国经济下滑 政治高压 社会问题不断 也造出了大量网络经典语言 涌现了直属维押 虚拟民主等一系列引发广泛讨论的热点事件 在这些事件中 普遍存在着当局弄虚作假 官方宣传与现实脱节的情况 使当局不断被网络打脸 第一 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共国家主席 网友嘲笑为二次元 2023年3月10日的中共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 习近平再次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毫无悬念地开启了自己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 十分巧合的是 有网友发现 在111年前的同一天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于是许多网民在党媒关于公布习近平成功连任的文章下 细讽习近平为二次元 第二 央视新闻批孔一己文学 网友问鲁迅会怎样评价央视 2023年3月17日 中共官媒央视网发文批评在中文互联网上爆火的孔一己文学 称孔一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 不是因为读过书 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 这篇文章发布后很快引起网民的热议 央视网谈孔一己文学的话题也一度冲上热搜 大量网民留言对央视网的文章表达不满 有网友称把孔一己的悲惨命运归结为个人原因 而不考虑社会因素是屈心不良 鲁迅如果活着肯定会怒批央视 第三 中共网信办说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友说宁可AI智障也一定要有党性 而对于中共当局对人工智能进行管理的做法 一位网友嘲讽道 AI进入中国必须先入党学习习近平思想 第四 天气原因让彩票号码球自动停下 网民嘲笑造假的人有点懒散了 今年4月12日福建题材31选期第0927开奖 在抽取号码球的期间 第四颗中奖号码球01掉落在轨道上之后 竟没有自然滚动 对此福建题材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因为天气原因 对于中奖号码球因天气原因违反自然规律停下的这一事件 有网民吐槽道 估计这么多年过去了 造假的人也有点懒散了 第五 直属维押成为新成语 2023年6月1日 一则江西易高校饭菜中 以吃出老鼠头的视频在网络传播 随后原先投诉吃到鼠头的学生 也疑似遭到校方施压 澄清吃到的是压薄不是鼠头 而政府相关机构也一直为学校的解释背书 被网络嘲讽为直属为压 第六 穷孩子无法上学 造出虚拟山河大学 2023年6月 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在网上火了起来 由于河南 山东等人口大省的考生众多 竞争激烈 录取分数线很高 导致有许多穷考生上不了大学 于是网友开了一个玩笑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四个省份的343万考生 每人出1000元总共是30多亿 就可以打造出一所四省交界的综合性大学 面向山河西省 招生 选址选在四省交接之处 争取一年内赶超清北 之后网友们迅速接力设计 制作出了山河大学虚构的官方网站 招生简章 校训校徽录取通知书等等 甚至有网友建议 校区可以定制在千年古都邯郸 诗人杜甫则应写下 国破山河在 而被推举成为该校的首位名誉校长 第七 中共国家统计局 宣布暂停发布今年失业率数据 网上流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 在消息的评论区有大量网民嘲讽 编不下去了 心掩耳盗铃 又要快马加鞭 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 第八 2023年7月 中共水利部组织编写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抖音等平台 不少网友嘲讽习近平为当代大雨 并称他为世界指明了治水方向 然而仅仅半个月之后 北京 天津河北等地连遭暴雨 强降雨引发洪水肆虐 数十万人被困灾区 其中河北周周受灾十分严重 受灾人数超过13万人 第九 杭州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启用 被网民讽刺 的确是全过程虚拟民主 2023年11月2日 杭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 正式启用VR虚拟体验 据介绍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 将被用于展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杭州的生动实践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杭州的学习实践与研究等 遭到网络一片痛骂 说的确是全过程虚拟民主 第十 厨师王刚被迫向全国人民保证作为厨师 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每年11月25日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阵亡日 都被中国网民戏虐的称为蛋炒饭节 11月27日知名美术博主 王刚在微博逼站等平台 发布了一则蛋炒饭教学视频 但该视频已经发布 便被不少小粉红指责为 在临近毛岸英祭日时 用蛋炒饭侮辱鹰猎 王刚的视频评论区遭到大量攻击 随后王刚将视频删除 并发布道歉视频 在道歉视频中 他向网民们保证 作为厨师 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也不拍蛋炒饭 遭哈马斯 于11月7日袭击时 卢走的25岁 终以混血而诺亚人被获释 禁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已告知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 要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介入救助 不过中共当局一直置之不理 耶路撒冷邮报12月25日报道 终以混血而诺亚至今人未获释 那塔尼亚胡证实 他已向中共驻以色列大使 蔡润提出请求 帮忙传达信息给习近平 希望他可以拯救人质 她是一个中国母亲的女儿 我个人希望 你可以介入帮忙阿加曼尼 她的母亲只是想在死前 见女儿最后一面 那塔尼亚胡表示 蔡润已向他保证信息 已传递给习近平 诺亚在10月7日在以色列参加音乐节时 遭到绑架 当时他被掳走时 叫喊别杀我的影片 在网路上不断流传 尽管哈马斯已释放多名人质 但诺亚仍未获释 阿根廷新任总统米雷伊 被称为阿根廷川普 他26日表示 不再与政府在他上任前雇佣的 5000多名职员续约 借此缩减政府开支 面对通货膨胀与贫困加剧 米雷伊上任两周内 立即修改了于300项经济法规 并允许国营产业私有化 借此促进出口与投资 据阿根廷政府公报 本次人事调整 是米雷伊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国家工人协会称 可能会有超过7000名职员受到影响 根据劳工部的最新数据 阿根廷工部门 有近350万名受薪雇员 其中十分之一在联邦政府工作 根据顾问公司的报告 该国GDP的2.2%用于支付联邦工作人员的工资 阿根廷今年通货膨胀率预估为200% 米雷伊用于节省开支的电锯计划 在过去一周内引发多起 针对政府的街头抗议活动 虽然政策已经招致民间反弹 米雷伊却是眼绝不放弃 他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重建国家 将自由与主权还给人民 并动手改革阻碍经济增长的法规 美国密苏里州一名男子用AI技术 让死去的父亲复活 将成功往笑出的父亲声音 做成特别的圣诞卡片送给母亲 母亲时隔一年多再次听到王夫的声音 忍不住热泪盈眶 温馨的影片获得了590多万人次的点阅 27岁的男子菲利普在TikTok上表示 他的父亲约翰在与疑线癌奋斗多年后 于2022年去世 今年圣诞节 他想为母亲特别做些什么 决定尝试以AI方式让父亲复活 菲利普表示 他使用了Adfin Labs文字转语音软体 成功匹配出与父亲相近的语气与声调 我输入的第一句话是 嗨 亲爱的 爸爸最常对我们说的就是这句话 菲利普用父亲的声音制作出了语音圣诞卡 并且送给妈妈 影片中可以看到菲利普的母亲 Tricy打开数位卡片后 里面充满了她与丈夫的合照 突然传出已故丈夫的声音 向她打招呼 立刻让她热泪盈眶 AI模仿约翰的声音向Tricy表示 嗨 亲爱的 我爱你 我有听到你的祷告 我只想让你知道 你是孩子们心中最好的母亲 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女人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圣诞快乐 影片曝光后获得近600万人次点阅 许多网友感动表示 我也被感动到哭了 这是最棒的礼物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父亲两年前也因为一线癌过世 我也一直很想念他 约翰表示 他后来发现 这个礼物为母亲 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母亲似乎获得了很大的安慰 更能适应没有父亲的圣诞节 礼物帮助他能时常思念父亲 知道对方永远都不会消失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未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